好 今天想要做一個 這是算Volum系列的第三部影片 也是準備的部分 因為我下一部影片要來做 加熱頭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要拍這個呢 是因為我要做一些後處理 那什麼東西的後處理呢 就是這個零件 看到嗎 它是一個齒輪 那這個齒輪是鑽在加熱頭裡面的 一個擠出機的一個驅動齒輪 但是這個齒輪有一個部分要先處理 就是它的軸的前後 重點不是前面這一個 是後面這一個 因為它後面會頂著馬達 那它這邊有一個胚鱗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胚鱗 我切到比較近一點的焦段 可能比較好介紹 它有一個小胚鱗 那這個小胚鱗呢 它後面這個突出來的軸心 鑽上去培林之後 它要比那個培林的 再凹進去 那現在是突出來的 所以我要把多的部分磨掉 那這個部分如果沒有磨掉的話 你的那個軸 就會去磨到那個馬達的本體 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我必須要用沙輪把它磨平 那如果你沒有沙輪的話 你也可以用 其他的工具 什麼工具 好 先想想看 沙子啊 錯刀之類的 那只是我剛好有這個 淹沒的沙輪 那我要抓的距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游標卡池量一下 這個上 這個的尺寸 好 游標卡池先歸零 這個對焦會對在哪裡 不行 好 有辦法去歸零 好 這個培林是2.44 2.43 那我這個突出來的部分是 3.36 所以我大概要磨掉1mm左右的深度 那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了 那會比較花一點時間 那好險我這個是 電動的 如果你要手動去磨的話 可能會要磨一段時間 我不確定其他裝BOLONG的人 有沒有遇到同樣的問題 但是明顯的我有遇到 不過運氣好是我有電動沙輪機 可以慢慢去磨 好 這個打磨就變成說 你每磨一點點 你就要量一下說 我大概吃掉多少的高度 避免說你磨過頭 那因為 我這是水沙輪 所以稍微要 擔心的一點就是 我不能夠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多磨掉一點 你只要凹進去就好了 盡量不要磨到只有切瓶而已 只是我比較好奇 其他裝BOLONG的人 有沒有同樣的問題 如果你有一樣遇到這種打磨 很耐費時間的問題的話 也許大家可以聊一聊 不過我好像沒有看到有專門磨好的 以對上來講 這個應該是可以出 處理好的零件才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網路上其實很少看到 那我第一次裝的時候 就是有遇到說 組裝的過程中 發現馬拉怎麼轉不順 然後我去看了才發現 原來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它凸出來了 還是凸出來一點 我大概磨掉了大概 還剩大概 不多啦 還剩一點點要磨 因為很麻煩 所以我大概一次都會處理個 多處理個一兩個 然後留著備用 因為這個齒輪有時候就是 壞掉了你要再弄 很費工 所以乾脆就先做好 然後你磨到差不多的尺寸的時候 周圍要倒一個角 讓它比較好塞進去 你不要直直的 拼拼的 好 再來試一下 裝齒輪之後 還是有一點點突出來 好 繼續 好 我不知道它這個設計是 故意的呢 還是 好 這兩天感冒真的有點嚴重 好 這樣可以 好 這樣可以 寧可多磨掉一點 也不要 不要掃 要不然到時候 鑽上去 覺得有阻塞 你要再拆下來再處理一次 有點麻煩 有點麻煩 然後再來就是倒腳的部分 周圍要倒一圈 這樣塞那個 的時候才比較好塞進去 好 然後鑽之前要先把 測試之前要先把水清掉 因為我這是水磨輪 好 好 平了 這一顆可以了 以防萬一我會再多磨一組 如果今天真的有問題的話 才不會說 欸 我只剩一個可以用 一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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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就比较快一点 因为你大概知道要抓磨雕多少之后 没有刀绞 装不好 不好装 这比较费功夫一点 还是多 这比较费功夫 眼价刚好就是可以拿来做这些事情 还是吐出来一点点 继续 这比较费功夫 这比较费功夫 好像可以 周围倒一圈一脚 所以我有点抹到齿轮 不过因为齿轮够宽了 所以我只有边边吃到一点点而已 所以其实是无所谓的 没有吐出来是平的 然后转动顺利 好可以了 恭喜 这边也搞定了 搞定两个 好 那这一段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